购寮桥在民国98年竣工至今已经有24年的历史 由于结构形式属于特殊桥梁之一的钢口桥 依交通部班公路桥梁检测及补强规范 应该每两年一次办理定期检测 但新北市政府对于特殊桥梁提高频率为一年办理一次检测 这个是我们购寮桥一个定期的检测 那钢购桥以往是两年一次的检测 那我们最近是把那个加强它的检测频率达到一年一次 那因为这次的检测需要动到就是要解汗 进入桥梁内部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测 那直接会有一些火花的产生 所以说为了民众来往的安全 所以会进行一个风桥风路的动作 因购寮桥上部拱圈人口微风死状态 为进入钢箱梁内部检测 这次共有十处需要进行解汗及复原 考量作业期间将产生火花 为维护用路人安全 决定封闭全线车道及人行道 你不知道啊 你会驾这条路就对了 那会没方便吗 我不知道啊 那相关替代的道路会使用我们的双农桥 所以请民众配合交通运导 行驶替代道路一次安全 观测区公所表示 观测桥这次要进行全盘大检修 施工期间将封闭供辽桥双向车道及人行道 汽机车配合交围管制引导改游双龙桥 德新街通行 往双西方向改游供辽街通行 大车请改游台尔炳县及台尔县通行 借成为共聊采访报道